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建峰,今天到了星期五对话海人时间了,是黄先生你好,你好大家好,这个星期我们当然要谈谈香港版的国安法,因为由两会期间提出,然后跟着审议,然后到现在刊宪执行,真的可以说效率非常迅速,而且还因为7月1日时有人提出, 挑战这个新的国安法,有人还要被捕,可以说是由宣布到审议到落实执行都完全一套齐了,现在这个国安法实施之后, 好啊,黄先生,你怎么看对香港会有什么影响,或者这个法本身,你觉得是不是都好像有些外边说都够辣呢? 国安法真是神速,很快就搞定了,基本上铺开了,连国安公署的署长,副署长,大陆任命了, 而香港的特首直属的委员会,所有的委员都齐了,秘书长,任命了,立刻生效,执行,但是一执行的时候呢,香港的这班反对派呢,就有很多动作了, 陈方安生说,退出政坛了,李柱铭又说自己从来不搞台独了,割席了,什么香港众志那些解散了,黄之锋那些要走人了,退了,有一部分人已经走了, 似乎好像立即雷厉风行见效,但是这些全部都是表面上来的,我认为,做给大家看的而已,示威继续这样的商警,用当街,用力气来插商警察,这些这样表明什么呢?香港的反对派, 还有他们背后的这些力量,支持的力量,是不会那么轻易,因为你立个国安法,我就立即会投降的,立即会收手的,不会,一定是继续搞,因为他们这些人呢,都有一个理念的,就是认为,我是一定会赢共产党的,就是这样,所以, 一路继续继续搞下去,这个是必然的,陈方安生,李柱明那些说不玩,你说你猜,你以为是真的,不会,一定是继续玩的,所以, 就是,到底,这个立了法之后,效果会是怎样,这几天呢,你是没看到的,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够知道,到底这个效果是怎样, 所有的这些,将来的这个立法,怎么执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怎样执行,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在哪里,就是司法,也就是法官, 国安法,就已经将部分的司法权,就拿了回来,大家都知道,回归以来,一路都是,法官自讲,以前的行政主导,这些没有了,就是司法主导,是吧, 那么,一个法官,其实就可以,告诉你,主导,整个事件,甚至整个形势的走向的, 那么现在,北京,似乎知道这件事了,就这次在国安法里面,将它部分的司法权,拿回来, 那就体验在哪里呢,有关国安的案件, 这些案件,由特首指定法官,来審,这个是其中之一, 那么有一些案件,直接就不在你香港審,认为,这个是关乎国家安全的, 我们可以拿回来大陆審,这个又是一个,一点,总之就是, 将这些有关国家安全的,案件的司法,如何審,将它拿回来, 那么,似乎是有些震慑的作用,但是,不是高兴着, 现在说的,应该说是前,或者是现都可以的, 中審法院的首席法官,马道立, 因为现在新的中審法院首席法官, 将举立已经任命了,但是未上任,所以这一轮, 都还是马道立,坐在这个位置的, 正下再说,就是说,由特区行政长官来指定法官, 这个立法规定,行,没问题,但是,派出的,这个法官的, 都还是中審法院,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可以指定,张三法官,你来审,这个案件, 但是,中審法院,我说不止派他,我派李四,他认为这样都可以的, 所以,所谓,所谓子派法官,去審国安案件, 那些事情,马道立,将他留在一个诞书里, 就是你,别以为,你说派那一个,就派哪一个, 派不派,都还是我终审法院,说了一句, 第二,子派这个法官,用什么标准? 馬路納認為 無關政治 只是看他的司法才能 司法才能誰說了算 在香港管法官的 評估法官才能的 是終審法院 所以你不要以為 說我誰適合嘴型的 我就派誰了 指定誰了 等著 雖然他適合你嘴型 但是如果我說他才能不達標準 你一樣是無法派的 第三點 就是外籍的法官 境外的法官是不能夠被排除 在這個名單之外 即是說外籍的法官 不是中國籍的法官 不是香港的法官 但是他主要是我們終審法院的 境外法官 他是一樣有權 他甚至於這樣的案子 就是以三點 很明顯 我認為馬道納的意思 是非常明確告訴北京 你別以為在我們手中 拿到部分的司法權 就可以隨你們的意義 你們想怎樣就怎樣 不行 最後說了算的 還是我們香港的中審法院 和整個司法體系 大家都知道了 整個香港現在整個司法體系 根本就是反對派 是吧 如果他這個港法一成立的話 那就是怎樣 一樣 燒國旗 打警察 甚至 離譜到去襲擊駐港部隊的軍營 等等 這些和國安法有關了吧 國家安全有關了吧 但是 審的那個法官 都還是我們自己有 於是 燒國旗 兩百個小時的社會服務力 用磚頭扔死人 很可能就是 判你一年徒刑 又換刑三年 可以的 而同樣的 警察 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維持治安的時候 那條警棍吐了那個人 一下 他說 很大件事 判你三年 或者二十八個月 取消了你的退休待遇 連 退休金 你都沒有得享受 又是可以的 所以 整個現在 最大的焦點 還在於 國安法的司法 誰說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看來 香港的 原來的司法 那些 既得利益者 反對派 絕對不會很輕易的 拱手把這個 司法權交出來 如果 如果他死亡 就是不交這個權 你北京怎麼說 這個是最大的 我認為是今後最大的疑問 其實可以猜到 一定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到時候 國安法 放在法官的桌面 案件 那個反 被告 已經坐在對面 但是 法官的腦子裡面 是可以 大座文章的 於是 這個國安法 有等於沒有 這個 這個 最好 就不出現 但是我認為 出現 幾乎 可以說 是必然的 那怎麼辦呢 我大概 在大多年前 去年十月的時候 本來 就已經講過了 要想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 將終審法院 官上北京 修改《基本法》 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設定一個香港的終審庭 由人民法院 或者人大的司法委員會 來指定 提名 任命 這個 終審法院 香港 香港終審庭的 法官人選 可能你說 兩個體系來的 大陸和香港 實行的是 不同的司法體系 一個普通化 一個什麼 海洋化之類 中國那麼大 你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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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 你要什麼人都有 合資格的人 一定有很多 OK 我們可以這樣的 對不對 五個法官 我們兩個 是大陸的 三個 是香港的 三個 我就可以指定 比喻 何君尿先一個 行不行 行 行 所以 最後解決這個問題 最後 關於這個龍門的 都是 終審法院 那 北京 現在就 指收回部分的司法權 我理解他們的心情 主要就是 不要一下子 搞得這麼 厲害 是吧 留下多少餘地 但是這個餘地 最後就決定 你這個 國安立法 到底 會不會 到底能不能夠 實行 達不達到你理想 是一個關鍵來的 所以 我覺得 最終 可能 都會走到這一步 好 好 我們再關注一下 我們休息一會兒